他现在年轻人都喜欢 他没这样穿靠裤就不错了 我跟你讲 我每次要开车 还有坐下的时候 一定要拉拉拉了半天 可是你这样看起来 真的蛮像打篮球的青少年 这样 你们俩看起来真的 不像16岁 是你保养的好 不是你老婆什么 看起来是好 不是 你保养的真的不错 老婆有中医笔啊 你有中医笔啊 有念书而已 对我们都没念书 这个不知道 所以你新年不会50的吧 我51啦 对吗 51啦 对啊 好厉害 这个那么厉害 好厉害 没有 这个要感谢我老婆 他学中医的 所以我很多 而且我还记得你以前演戏的时候 演很多杀手 对 我记得你以前演很多杀手 所以你那时候嫁她的时候 你知道她是电影明星吗 那时候知道 可是 没有特别去 她有没有约会你 然后或者说要约你去看电影 然后如果你不答应她就讲 我是杀手 对 我想应该不会管用 有没有人提醒你说 她有武功抵制 将来有争执很麻烦 我没想过 只是 我想说我应该也可以应付这样 其实怕的应该是她 就是她如果修理了她 她晚上就在她睡觉 把针灸拿出来 对 就开始一片一片叉 就不知道 她就不知道第二天起来 一片什么样 OK 然后下次我吃了药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对 你们两位好恐怖 就是恐怖平衡的感觉 好 来 姊姊来 请坐 姊姊 对 所以这张板子就是 这块板子 理论上就是应该是 掌摊老师 很简单 打开来看 我是你老公 不是清洁工 其实你老公看起来也像清洁工 真的 而且她有时候穿 如果再穿个吊带或什么 对 大家并不会不会啊 清洁工的意思是 你们家所有的打扫什么 都她弄吗 基本上其实还是有分工 但是我觉得 分什么工讲清楚 有时候所有的工 99%她分完了 你就只要负责在那边 拿一个筷子去冲水 就结束了 有 我知道我老公常常抱怨说 她觉得就是 我都把家里弄得很乱 可是我觉得 她有一点洁癖 就是她的标准太高了 她的标准有多高 我们现场你知道 有人的家庭成员也有洁癖 他们家也很高 你们家洁癖标准到什么样 就是吃东西啊 不能掉在那个地上 就是饼干穴 心情打扫 复制一句 潘若迪抱怨更于难堪 看一下我把家里搞得多干净了 人家真的有点恐怖 你省得把它弄脏吗 我省不得 对不对 不是 这我连住都不敢住啊 但是你要屁股 你不能吃个饭的空肉掉到上面 吃个饭香肠掉到咔咔里面 我以为是不巧合把电子拉起来 上面还有泡菜 你不要吃 你吃什么 我们家狗狗 狗脏的 不是 我跟你讲 我坦白说 狗都比他更近 对 我家狗 我家狗就那一区块 你也给你 你家区块 后面这位就是潘老师啦 潘老师你干嘛这样讲你们了 你们家Kiki啊 你现在的门也开就算 你站后面 你知道我是谁 你不要 我不想让你出来不行吗 现在来的福利挺身也够累了 等一下 你说什么 你要做 就是我啦 我就是潘老师 你在后面一直做福利挺身吗 对 她一直不断的人运动 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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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先做20个福利挺身怎么样 好 好 来来 快 潘老师 来来来来来 20个啊 标准的 他还会拍拍手 太紧张了 还叫你只脚 你自己骄傲 好 可以了 你这是老当意状 这个是小事情 周福利挺身小事情 我们是这样 两个前辈都已经出来了 一拆一拆二了 我说两个都走了 你还门关在后面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谁的吗 对 你不要这样 我们总是要让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怕的是 你知道有人 如果要是证人 看到那个被告的时候 他不敢讲话 有时候会是这样子 所以要让Kiki 先讲一些心理的话 他讲了是不是 他讲了 很有道理 清洁工 清洁工是这样 我现在觉得 我感觉有点 我好像可以去那种 环保署去领那种 清洁工手册 你知道吗 我有那个资格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有这么一步吗 我发现最近是这样子 他在家里 只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在家里 做两件事情 我就是这个也做 那个也做 他就是从楼到尾通通不做 可是吃饼干掉个穴 这件事情 尤其人家才刚生个小孩 不是吗 又怎样 这件事有必要 以后小孩还会吃得满地盘 很惨 我跟你讲 对啊 其实 你们家小孩不会现在就知道 以后吃东西不要掉穴了吧 现在小孩喝奶 差不多了 他现在喝奶一吃 就还会自己想办法 对 他现在把那个什么 那个棉花拿起来放到这个地方 就他知道自己会漏口水的时候 会接住 真的吗 厉害 发了发 真的 没有 我是其实这样子 家里面这个 总要有一个人去维持那个气力 我就是卫生鼓掌 所以干嘛抱怨 对 我 我没有抱怨 不是 你没有抱怨 你是控诉 对啊 你没有抱怨 我是控诉 爱干净的本来就要做 我自己爱做是OK嘛 那你不要把他搞乱了 他不搞乱你怎么做 对啊 要不要把你招 因为神秘亚利用是样品屋 如果你真的 真的 PK讲大声一点 你刚才说什么 家庭也不是样品屋 没有 你要真的这样 你就到人家样品屋去嘛 你去娶那个兽屋小姐嘛 不是 你看一下我把家里 搞得多干净 你们家真的有点恐怖 你省得 你省得把它弄伤吗 我省不得 不是 这我连住都不敢住 对 然后在那个沙发上面 还放一块五花肉掉在那边 你会怎么样 这个我住久了 可能要看精神 不是 你住了一天 因为住在那会觉得那种压迫感好重 就动不动就会把你弄不上 而且它全部都是白色 你知道家有时候要有那个人气 对 那有时候要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才有人味 乱乱的才像家嘛 你这个是高级精 不是 你不能这样 也要不然我把它涂得黑的好不好 也OK 你不然这样不会弄髒 没有 每个人喜欢 不 彭老师 你们家都没有找外人来打扫 或什么 都你吗 刚刚我还不认谁弄 花钱干什么 浪费 哇 我就清潔工具 还可以健身吗 对对对 太好了 你真的从头到尾这些 你都不动 你除了把它弄髒 什么都不动 我一定要跳出来讲一下 当初装潢房子的时候 举例好了 像那个沙发是白色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白沙发是很难保养 当然哦 可是彭老师自己他就 他喜欢白色 他就坚持说他要买白色的沙发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说 好 谁决定要买白沙发的 谁要负起这个责任买的 对 没错 对不对 他像每天都要拿那个清洁剂 那个白沙发一天要磨两次 我跟你说 这小孩会中毒 你要很小心 不是 尤其 没有 尤其小孩以后会爬以后 他会去舔 对 糟糕 你看看 总有一天 你们家小孩突然舔到吐 是不是我去舔 他掉东西都我舔 不是 没有 可是彭老师有必要 每天擦两次这样子 那个是因为刚开始新的沙发 你总是会保养一下 小朋友生日之后 结果开始没有再擦了 那我想说反正 我就是让他用到黑 因为小朋友 可是刚KK讲的也没到 也没错 他就跟你讲说既然是你要白的 那也知道难维护 那你就去维护 那跟他没关系 所以好 我维护 我维护没有受 可是你不能吃个饭的 空肉掉到上面 吃个饭香肠掉到那咔咔里面 我以后是不晓得 把垫子拉起来上面还有泡菜 你要去不家吗 那我怎么办 不是 他吃东西 没有 我跟你讲 对 你看 你也吃不对 而且很多女生会这样 她吃吃东西 豆干掉了 她看一下 我就走过去了 因为我们顾小孩很忙 一边顾小孩 还要做别的事才会讲 蔡老师 你有必要把你老婆形象搞成这样吗 讲的他嘴巴是漏洞 他吃什么都会掉 不是 今天台不是有控诉吗 是 你们不是之外 希望我们这样控杀 我也是你们家狗搞张的 不是老婆 我跟你讲 我坦白说 狗都比他干净 对 诶 难道 我家狗就那一区块 他绝对不会离开那一区块 他就永远在这边要掉毛 就那一区块 那很简单 你也给你们家Kiki一个区块 他要吃东西要干什么 就那一个区块 他有给我那个区块 真的吗 对 那也是我带那个区块 他的区块是全面性的 他到处可以走 可是同样的状况 本来你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 你觉得那个家有点太过分 可是你们家很干净不是吗 我们家也是几乎 跟潘老师家也是差不多 会发亮的那一种 对 然后我们家也是白沙发 对 可是我跟你讲 你们两个人 可是亲戒公是谁 亲戒公是我 也是你 那也是他自己要买的白醉了 他改变很多 他现在他以前不是都会直接 就是两个游泳圈在地上吗 就换衣服的话就是一块一块一块 对 衣服都在地上 现在没有 现在都不见了 现在都塞在衣柜里面 他完全塞在衣柜里面 你打开衣柜 他其实还是一样 我说为什么把折脚 他说没有啊 这样拿起来比较方便啊 对啊 直接这样穿 我是想让他不要再看到了 上次有人有这个习惯 曾经配接 我们家有准备很多 很多那种半短裤的 真的 因为客人如果你们穿牛仔裤 胖是帮你做沙发的 对 他会白色吗 他会白色 他会白色 对 所以到你们家要换裤子 还好我们 我穿牛仔裤 今天还要再穿短裤啊 小宗上次穿那条蓝色的牛仔裤 哇塞 那个椅子永远都归他的 有有有 真的 那你就要买他 我觉得他就来任养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小五哥真的 因为那个白沙发 你的牛仔裤一坐下去 他就蓝色 我们家也有一半 你们要一半 听下客人的感受 我到你们家是去做客 其实我进去还要先换衣服 你要不要像我像人家进屋城市一样 对 他全身都包那个就算了 没有 客人很多啦 但是那裤子不够 好可怕喔 不是 运营哥他们常来 后来运营哥很聪明 自己戴裤子 穿运动裤 穿运动裤 运动裤万一 你不晓得他也会掉色怎么办 那你真的是 你花那个钱买那运动裤 会掉的时候哪里买那钱干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 能不能这样嘛 对不对 没有 他自己会知道 大概都穿白的来啦 对 你尽量不要深色 所以难怪 难怪你都穿白的 对 我喜欢白 真的 你穿怕是鞋 喜欢白嘛 不是 你会不会坐了以后 嫌我们的那个椅子脏 我会半蹲喔 对 那是不要急 OK OK 这腰好大 我觉得好不相复 难怪他们这么老才有人 你们家 你们家 会是这样子吗 当然 我们都比较正常吧 我家 头发也会掉 然后通常我会去扫 三个可以结拜啊 你也不扫啊 没有 我 你在忙医药的事 没有 这扫地就给他管就好了 对 他很喜欢扫 对 孩子有做事 可是你们三个都觉得在家里面 感觉上家里面就女人说了算 真的 可以啊 真的是这样吗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叫你讲 他曾经做过什么 或说过什么 让你伤心伤道 觉得说 好歹我是做老公的 你不要这么伤我 张老师 他说 他可以怎么样也不像会 不是因为我们老婆常常就是因为 他 他书 真的是他念很多 他念了很多书 然后他又在英国待了七年 双缩之学位 他在很多知识方面 就是应变处事方面他很厉害 他不太认同我们这个年代做事 你的方法 是 你那个年代做事的方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 我们也不认同 我们真的不太认同 你们那年代太远了 我们要说谎拉肚子了 大夫谁担心了 你只是拉个肚子 不是 我每次你听这个歌 我都觉得好有感触 我不要这样说 听歌我不是一个年代 你来自北方的老 有没有 这个年代出来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务实一点 他们这个年代太虚化 也不是太虚化 因为我们是比较 比如说今天我们可能要去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不晓得要怎么去 那我们可能就打个电话 问我朋友 那个谁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地方在哪里 或讲一个大字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那附近 我们会找 那他呢 不太一样 他就说 你就告诉我那要猜点名字 我就Google一下 我一Google就寻不出来 问你说我们也不会电视 本来就在那里面 不是 我真的很受不了 不会用那个GPS 或GoogleMac的男人 看你太没有效力了 不是 战虹姐 我跟你讲 五年级电脑不会开机的人 还一堆 我们不是 不是 你真的觉得 现在如果去找东西 你就Google一下 就让它很方便 你会这样做我举手 来 请报告一下 所以难怪我们那个年代 要跟他们年代一样 对 而且他们你知道 当他不问Google 他就要问问问 问到死 然后自己是还在生气 你觉得你的方法好 还是他的方法好 我觉得我的方法好的 原因是因为什么 你知道 我的朋友知道 不会骗我说 他在哪里让你一大圈 那Google的东西 有的时候那个网站 我有被那个 GPS带到山里面去 新闻才会看到 对 现在改良 不要拿你们那时代的GPS 不是 他看不懂GPS 是是 他假的东西 他要你走的大路 可能就是那种要 那我们可能某些地方 就可以直接 这个事情 我觉得好歹你说 有年代的差别 但是你刚一开始就说 因为他书读的也多 我觉得有时候 男人 没有办法忍受一件事 说实话 他没有办法忍受 老婆懂得比我多 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就说 连这个你都没学过 我跟你讲 有的男人光这样的 他可能那个 幼小脆弱的心灵 就受伤很久 对 你也会有这种伤害性吗 不是 你讲的这样子 我还不承认吗 是这样子 不是 你们看什么 你会有